大家新年好 一打开就见到小蜜蜂彩蜜于雨后茶花 是不是好好以头呢? 今天来到小北路 春节期间都是民意食为天 每一个酒家都是坐满人的 这一间酒家同样都是园林式酒家 而且它是中华老字号 而且是国家特级酒家 这一间就是位于小北路的北远酒家 奇味无控这四个大字 是艺术大师刘海叔 在北远酒家品尝美食后 揮河而写的 北远酒家和南远酒家 半溪酒家合称为 港洲三大园林酒家 跟半溪酒家一样 北远酒家的设计师 都是我国著名的园林建筑设计师 莫白志先生 都是属于典型的 岭南庭园设计 它有长廊 有假山 有渔池 北远酒家建于 广东军法陈祭堂 主理广东时期 所以在当时 北远酒家 是正界名流 商甲和粤剧名宁出没的地方 而陈祭堂 在对面的粤手山 亦都有自己的棺底 这是从二楼 看下去整个庭园的观景 屋顶上有雕刻 都是岭南的特色 而且它同样有湖心餐厅 我们可以看一下湖心餐厅里面的厅房 五彩玻璃 都是岭南的特色 这个是大厅 北远是三个园林酒家里面最小的一间 所以它只有一个大厅 而且它都不是很大的 而二楼就全部都有厅房 这里就是二楼 我怎么感觉像大宅门 是不是很像大宅门 这是二楼的厅房 我们看一下二楼的厅房 全部是古典的布置 也挺大的 北远酒家煮粒粤菜 无论是菜式 还是饮茶的茶点 都是出品上乘的 很有名 春节期间 大家可以来北远酒家饮茶吃饭 然后走过对面就是月秀公园 上月首山看看风景 了解一下广州的历史 我住在这里附近的 对大家非常熟悉 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在评论问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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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